全民在族,朱节上回,上回讲到,张学梁和共产党的代表李克龙第一次谈判,谈了三个钟头,所有问题都取得一致了,但是呢,有两点有争论,一个呢,就是当时呢,红军呢,打算东晋抗日, 要经过山西去河北,张学梁呢,就劝他们,经过山西呢,要跟严石山打交道,万一严石山,联合了蒋介石一起打你呢,到时呢,你就不够他打的,所以呢,你红军呢,就不如呢,由虚远那边去,经刹哈尔,然后去河北, 这样呢,就比较好些,但是呢,李克龙呢,就认为呢,红军呢,经山西去呢,影响比较大,所以呢,双方各持己见,就没有达到一致了。 第二个重大的问题呢,就是蒋介石的问题啦,红军呢,就认为,蒋介石是一贯反共的,他提出这个先安内,后让外的政策呢,就专门对付共产党,所以, 共产党就提出来,要反掌抗日,蒋介石呢,就反对这个提法,他认为呢,应该要联掌抗日, 两个人对这个问题呢,争论到面红意义,没有办法统一,李克龙呢,就说, 好啊,那这个问题,不如向中央报告,现在就不要争这个问题啦, 那么关于中国第一号人物,蒋介石的问题,那么关键的问题,就只好等待关键人物出场来解决啦, 这次会谈啊,虽然是有重大的分歧,但是呢,总的来说算是成功的, 最后呢,江岳梁提出,要见毛泽东,周恩来,薄谷,或者彭德怀, 见面呢,最好在沿岸,又希望呢,中共中央, 看一名常志代表来,最好呢,就是说得似,又不是那么出名的人, 那乐村呢,只是险西一个十分不显眼的地方, 在地图上都竟然是找到他的,但是呢,在中国历史上, 乐村,是张学梁联共抗力的起点, 是第一次,和共产党面对面谈判的起点, 所以,无论共产党的历史诗,建立国民党的历史诗, 乐村呢,都占在一定位置的, 乐村会谈之后, 张学梁也就回到西安, 就收到上海发来的电报了, 要找的朋友,找到了, 嘿,张学梁现在是喜出望外, 硬硬是乐村, 和共产党谈判, 现在要找的朋友找到, 你这儿啊,你这儿, 你这儿看来一个好报下, 张学梁呢, 他说是已经和李克隆谈判过, 但是呢,他仍然怀疑的, 他怀疑什么呢, 上海算是中共的大本营, 前北呢,只是服从上海指挥而已, 上海呢,又是服从共产国际的, 所以呢, 张学梁呢, 据说已经找到的朋友, 就十分重视的, 他立即派亲信, 赵毅, 去上海迎接这位朋友, 赵毅呢, 就是张学梁的老部下, 他对张学梁十分忠心, 九一八的人呢, 他当理长, 后来呢, 是参加了李道的吉林自卫军, 1934年, 张学梁呢, 就派他和李道一起去苏联, 后面呢, 因为其他事就没去得醒, 就回来担任一二零师的司长, 他和李道关系很密切的, 所以呢, 张学梁就派他去上海和李道接头, 西安事变之后呢, 张学梁就被蔣爱石扣留了, 军政部次长陈成, 就已经利用他和赵毅的同学的关系, 想拉拢赵毅头军南京, 但是呢, 赵毅坚决拒绝的, 于是呢, 他奉命去上海, 去迎接李道, 和李道找回来的朋友, 这位朋友是哪位呢, 这么重要的, 他就叫做刘鼎, 原名呢, 叫做缺尊文, 1903年, 在四川出世, 红军总司令朱德呢, 是他的入场介绍人, 他呢, 学历真是利害下, 曾经在德国, 格庭福, 和柏林大学读过诗的, 后来呢, 由苏联, 在莫斯科东方大学, 和空军机械学校读诗, 1929年回国, 在上海中共中央军委保卫局工作, 因为被叛徒出卖, 他们就抓了躲监, 坐完监之后, 就去了禁哲苑宿区, 他现在是不幸迹的, 来到不久一年, 宿区就被蒋介石摧毁, 刘鼎又被人捕去坐监, 坐了几个月, 死女逃生, 越獄成功, 就夹去上海, 同时呢, 同组织的失去联系, 二号东躲西藏, 职务士居无所生活, 十分尖区流离, 迟时都面临着死亡威胁的, 后来呢, 有人介绍他, 认识了新西兰的进步作家, 露逆艾黎, 他就躲在他家里, 一方面养病, 一方面四处寻找党组织想, 恢复联系, 露逆艾黎呢, 是一个很进步的作家, 他的家里呢, 藏了一部, 和共产国际联系的秘密电台, 这次呢, 因为要逃避国民党, 可能要搜查家里, 露逆艾黎呢, 就亲自带楼顶, 去宋庆龄家里, 这三天, 1936年3月, 宋庆龄呢, 就派去陕北的征市, 董建武回来了, 来到上海呢, 再见宋庆龄, 宋庆龄呢, 就将前几日, 在他家里, 躲在那几日的楼顶, 和张鹤亮, 学理道去找共产党员的事呢, 就讲给董建武听, 董建武就立刻去找路易艾黎, 在家里就叫楼顶, 原来是老乡式来的, 自己是启动在中共中央保卫局工作过的嘛, 他就是脱尊敏, 董建武知道呢, 朱尊敏是一个十分出色的共产党员, 将他带照给张鹤亮最合适了, 不但可以帮到张鹤亮, 可以说服张鹤亮, 另外呢, 又可以帮助他脱离险警, 还可以透过张鹤亮, 犯回闪北, 来到恢复和中央的联系, 所以呢, 他就介绍楼顶, 去西安见张鹤亮, 楼顶一到西安, 张鹤亮呢, 就立刻接他, 两个人啊, 坦诚相见, 听了十分头契, 张鹤亮呢, 安排他自己公馆, 楼顶呢, 就要求张鹤亮, 能够带他去险西, 张鹤亮就说, 好,好,好, 过一天啊, 我和你一起去险西, 跟着呢, 张鹤亮和楼顶两个呢, 就坐飞机去洛书, 至于张鹤亮的乐团前线指挥部那里, 张鹤亮呢, 调下所有的公务, 和楼顶呢, 一夜长谈, 哈, 为什么张鹤亮, 这么紧张要和楼顶谈呢, 原来呢, 张鹤亮啊, 已经约好, 要和中共领导人见面, 毛泽东已经打电话来, 说要派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来做全权代表, 在三月底呢, 就和张鹤亮会谈, 张鹤亮这个还没见过周恩来啊, 但是呢, 九文大名, 知道周恩来就非同小可的嘛, 他做过黄布军校政治部主任啊, 又做过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, 张鹤亮一手下那几位出名的大将, 响动都是周恩来的老部下, 或者是一个学生, 和周恩来谈判啊, 你怎么敢有观点疏忽啊, 所以呢, 又记得刘鼎来呢, 就日夜找了他, 就想知道多些东西, 好似共产党的游击战到底是怎么回事呢, 共产党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怎么捱过来的呢, 那些农民啊, 连带子都不懂一个, 怎么会接受共产党的道理呢, 诗仪子女, 他想知道多些, 刘鼎呢, 就日日开道他, 张鹤亮十分欣赏刘鼎的才华, 欣赏他的理论功底深厚, 知识渊博, 他估到呢, 刘鼎呢, 一定是发名的而已, 但你这个兜子是什么人来的呢, 张鹤亮整一对身边的人说, 这个人呢, 一定是共产党里面的重要人物来的, 啊, 会不会是那个黄家祥呢, 他对身边的将军讲, 你们啊, 有机会多些找刘先生请教客, 他很有学问的, 他介绍刘鼎给的军官认识呢, 他说, 刘先生, 很有学问的, 有才华的, 你们有什么疑难问题, 可以请教他, 后来呢, 到了陕西之后, 刘鼎呢, 也参加谈判, 同时呢, 他跟党中央接通关系, 之后呢, 中央就派他到西安, 担任中共驻东北军的代表, 张鹤亮和刘鼎, 在乐村呢, 连续住了三几日, 每日呢, 都是经常, 由吃早饭开始, 一直谈到吃晚饭, 多数呢, 都是张鹤亮提问, 刘鼎回答, 除了经公事呢, 张鹤亮呢, 还会谈识自己的身世, 以及内心的苦门, 也都谈到蒋介石怎么不信任的自己, 张鹤亮, 不单止将刘鼎, 当做政治顾问, 而且, 变成亲密的知心朋友, 你到打电波来, 朋友走到了, 朋友两个字, 就是代表共产党, 但是呢, 经过那十几日的长谈, 张鹤亮呢, 就真是将这个朋友, 当成一个知心朋友, 我们呢, 这些黑人, 白人, 黄种人, 都知道, 中国有个延安, 但是呢, 就算我们中国人, 都很少人知道, 延安以前是叫做什么借名的呢, 延安以前是叫做夫斯, 写到延安成名的人, 大家一定记得, 曾经在这里做过周官的北宋名臣, 犯重阴, 当然, 西夏尽功夫斯, 大家都记得他, 他墮振险西, 抵抗西夏侵犯, 他虽然呢, 只是做了八个月半日, 但是呢, 他整顿边防, 改革兵制, 恢复生产, 安抚流亡, 收大定保, 曾经为延安人民, 带来过和平和安宁, 延安人民就当他是英雄, 现在, 都建由范公池来纪念他, 另一位呢, 就审阔, 是北宋次级的政治家, 科学家, 文学家, 他整顿险西政务, 加强延安对西夏的防疫, 后面呢, 被人连累, 切迹为民, 晚年呢, 他就写了, 蒙溪不谈, 就在入世界名人史冊, 他就精心研究物理学, 他就发现了地池天国的存在, 在欧洲的发现, 还早四百多年, 延安人, 以沈阔曾经在当地做过知州为名, 所以, 这么久都纪念了他, 还有一位, 在延安的遥董, 用一枝毛笔, 指挥全军, 用一本书, 武装全国, 打败日本帝国主动, 蒋介石的毛泽东, 这三位, 写到延安出名的人, 都是南方人, 除此之外, 还有一位东北大汉, 我们时时都会忘记了他, 历史啊, 不应该忘记他, 他就是张学良, 这位东北统粹, 从周恩来的一次通宵长谈, 才拉开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沉重的大幕, 任何震动人心的大气, 都是从序幕开始, 任何辉煌点, 都有他的起点, 1936年4月9号晚上8点钟,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序幕中, 第一次关键性的谈判, 是在蒋介石完全不知情况底下, 秘密开始, 4月6号, 张学良就收到毛泽东, 彭德华的电报, 说周恩来, 在八号到富士, 即现在延安, 来的春夏谈判, 毛泽东呢, 又将谈判的内容, 通知张学良, 张学良当晚就回见, 同意谈判的内容, 而且通知会谈的地点, 是在富士清凉山下, 潮仪溝天主教堂, 收到张学良的回见, 周恩来, 就在侍者高福元的引领下, 离开瓦瑶堡, 八号晚就到达富士城外, 村口村, 由于呢, 当时碰上大风雪, 带来的电台也有发生故障, 和东北军的电台联系中前9号的上午, 张学良就和刘鼎, 在乐村的总部, 谈判, 如何和周恩来谈判, 突然间收到报告, 周恩来已经到了富士了, 张学良就继续失败王尔杰, 和刘鼎, 他亲自开飞机, 由乐村飞到富士, 那时为了掩人耳目, 9号黄昏时分, 周恩来, 李克龙, 就由高福元引领下, 静悄悄来到教堂前边, 张学良就早一步到达, 就立刻在教堂里面出来认接, 周恩来和张学良紧紧握手, 这一次历史性的会谈就开展了, 到底怎么展开呢? 欲知后知如何, 期待下回分解!